本文转色科研学,转文Kepern Sanderson,班英甲小学,地球上最珍贵的液体,其实是非常奇特的,正是它的奇特之处,让我们烂以生存。 近期,有时液,揭开了水的真面目,水不是一种液体,而是两种,把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水的安德斯尼尔·Sanders。 Nielsen表示,它的特性早已人尽皆知,百观也寻常不过,以至于我们被它迷惑,觉得水过多或少和其他的物质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水的奇特之处多一无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谁都不会注意到它。 比如说,如果,四度的水比冰的密度小,那么湖泊和河流,就会从底部开始结冰,里面的鱼类也会被逐渐冻死。 如果水吸收热量的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我们整颗星球早就沸腾起来了。 如果水分子在沿着静脉流淌,透过细胞膜的时候,不能携带足够的化学物质,那么动植物就都会死于营养不良。 至少从伽利略时代起,科学家们就一直在探索水的奇异性,但都徒劳无功。 直到现在,尼尔森等人的工作,终于能让我们对水的特性一亏究竟。 他们给出的解释和水本身一样,奇妙,水不是一种液体,而是两种。 在某种程度上,水有多种的形式,这并不奇怪,根据温度和压强的不同,水有三项,五项,夜项和气象。 水在海平面上的沸点是100度,但是在高海拔地区,随着气压的降低,水能够在更低的温度下沸腾,这节省了煮茶的时间。 但是煮出来的茶并不好喝,在大多数情况下,夜项和气象有明显区别,但增加温度和压强,氧香会开始变化。 随着压缩程度的增大,气象会表现出夜项的性质。 同样,随着温度的升高,夜项也会逐渐表现出气象的性质。 如果压强或温度足够大,直到达到一种称为临界点的微妙平衡,你就很难将两项区分开来。 只要稍稍降低温度或压强,水就又回到了单向状态,普通又神奇的水。 这就是为什么水其实是两种液体的原因,不考虑压力的话,几乎所有物质都有一个高温的气液向转变的临界点,少数材料在存在低温的第二临界点。 距离来说,如果你把液态规合着的混合物在适当条件下冷却,你能得到一种由两种密度不同的液体组成的混合液体。 这两种液体原子组成相同但构性不同,因此性质也不一样。 尽管第二临界点很特殊,但这仅能做学术研究之用,如果你不是研究液态规的专家,那你可能并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 不过在1992年,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的彼得普尔,Peter Paul和吉安斯坦丽,Jane Danley的团队推翻了传统的公典。 先前有实验表明,低温下水的密度会发生起伏,温度越低,密度起伏越大。 他们对这一语先前的预测相矛盾的现象很感兴趣,因为通常情况下,温度越低,密度起伏应该越小。 为了探究现象背后的微观机制,普尔和斯坦丽的团队,模拟了水过冷的过程,及小心的将水冷却,保证起在温度低于凝固点时还保持叶象。 模拟结果显示,过冷的水中确实存在密度起伏,且密度起伏随温度降低而增大,研究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普尔和斯坦丽的团队推测,这是第二临界点的特征。 达到第二临界点时,水会分裂成两种密度不同的液体,每种各为异象。 超过这个临界点后,两厢难以区分,水会在两厢界迅速变化。 由于两厢性质不同,水在转变成任何一厢时,都会发生密度的快速改变,从而形成第二临界点。 他们认为水可能有两个临界点,这种观点与主流相悖。 尼尔森说,与水有关的一切都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在非常低的温度下,过冷的水会转变成一种无序的固体,而不是具有晶体结构的冰。 还有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第二临界点,其实是水凝固时的一种特殊现象。 迟到了26年的证据,普尔和斯坦丽的团队很清楚,用实验证时第二临界点的设想十分困难,接近不可能。 第二临界点的温度在零下45度,在如此低的温度下,过冷的水会自发结晶成冰。 斯坦丽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非常非常迅速地将水冷却。 设计实验的人是要非常聪明。 瑞典斯的哥尔摩大学的尼尔森无法拒绝这一挑战的诱惑。 他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水的奇特性,对普尔和斯坦丽两种液体的构想很感兴趣。 21世纪初在试温,长雅扫尽下对水的研究让尼尔森确信。 水分子或许存在两种不同的排布,一种是密排无式的,一种具有有式的四面体排布,密度也更低。 他的实验表明,在试温条件下,低密度的有式相团促随机分布,在高密度的无式相中。 但同时并不认可它的供点。 水分子的排布结构,低密度下的四面体排布,左和高密度下的无序排布,随后在2008年的一系列会议上,他不再局限于外围的研究。 认识了许多研究过冷水的土疗,尼尔森很快发现它们的观点可以结合在一起。 他说,毕竟水是一种物质,到了过冷条件下,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还没做过什么实验,很适合我去涉足。 尼尔森把证明水存在第二临界点的重点,放在了验证普尔和斯坦裕的关键预测上。 即过冷的水随着温度变低,产生密度起伏,实验计划很简单,测量从密度起伏,然后通过改变温度来加大起伏的幅度。 连着这条路径,斯坦裕将其中一位化学家先驱维多姆来命名,最终就能达到第二临界点。 罗马第三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宝拉加洛,赞同道,一旦实现了维多姆路径,肯定能观察到临界线下。 著名化学家Benjamin Wyden,但是实验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因为水会在微小的杂志周围凝结成冰晶,尼尔森必须要对抗水凝固的倾向。 2017年,使用韩国最先进的设备,尼尔森的团队将超纯水滴入真空室中,冷却到了零下45度。 在水滴滴落的过程中,尼尔森测量了水滴体积的变化,从而得到了水滴密度随压力变化的关系。 2017年12月,尼尔森本人发表了实验结果,展示了在过冷水凝固之前抓拍到的照片。 同时,研究者认为,他们找到了维多姆路径存在的诱人证据,这一路径将引导大家发现第二临界点。 尼尔森团队在论能复兼材料中展示的照片,迦洛认为尼尔森的实验结果非常重要,但其他研究人员,尽管对该团队的实验技术大家赞赏,但对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持怀疑态度。 位于英国哈维尔的科学与技术设施理事会,卢瑟福和托尔森实验室的艾伦·索尔森表示, 这个实验能证明存在临界点的证据接近于零,存在许多可能的解释。 第二临界点的存在,只是各种可能中的一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李奇萨凯利, which,Sickley也持怀疑态度,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他认为这些结果能用水在低关下名故事的特殊现象来解释。 不过在2008年3月,另一组证据的出现告诉我们,水还有可研究之处, 不同于尼尔森的实验,艾姆斯特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德桑德沃特森, Stander,Routerson, 使用了另一种方法来防止水凝固结晶, 防冻剂, 他们精心选取了一种与水分子结构相似的防冻剂, 可以很好地溶解在周围的液态水当中。 当马上舒坤和不冷却时, 它的密度发生了突变, 因为选取的融质与纯水结构非常相似, 他们认为实验结果能够证明水确实存在第二零节点。 普林斯顿大学, 克林斯顿大学, 和巴布罗德贝蒂代帝, Pobro, Dabinadate, 称赞, 但并不能将研究化身就好。 虽然花了二十六年的时间, 但两组严谨的实验学家终于给普尔和斯坦利的猜测, 提供了坚实的实验结果, 相隔时间只有几个月。 斯坦利说, 科学就是这么有意思, 生命之源, 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其后果和影响并不仅限于伊尔森和沃特森在实验室中创造出的水的特殊状态。 尼尔森说, 所有这些讨论都涉及到常温状态和生命, 解决的不仅仅是临结点的问题, 水是一种流体, 在外界环境中的性质能够反映出过冷时的特性, 瑞士日内瓦罗马和与白艺夫河混合处, 认为水在低温下具有两种不同结构的理论, 可以很好的解释水在常温潮压下的异常现象。 比如, 四度水的密度比冰大, 是因为水随着温度的上升, 会转变为高密度的无需向。 水具有极佳的心热能力, 是因为热量会使水分子的结构发生变化, 从一相转变为另一项, 水在压力下扩散能力依然很强, 是因为在高加下占主导地位的无需, 相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此坦率认为, 考虑到水对生命的重要性, 水在第二连接点附近的密度广布起伏, 可能是有助于生命出现的一个重要激素, 格维内德蒂正试图验证这一假设, 他打算用计算机模拟出, 但白纸, 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 尤其是第二连接点附近的行为, 格维内德蒂对着这些极端条件下, 在白纸与高低密度两种形态的液态水之间的相互作用很感兴趣, 但第一步是要确认上述假设的正确性, 慢些时候的实验, 可能会为此问题盖观定论, 尼尔森计划返回韩国, 进一步推进第二连接点和维多亩路径的研究, 如果实验成功, 关于水汽特性质的泥团将会被解开, 而水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神奇, 神奇的水, 地球上最普通不过的水, 是具有很多神奇的性质, 水在融化时体积收缩, 这与大多数物质相反, 水的表面张力非常高, 水很难被压缩, 地球上三种绕态的水度存在, 骨炭、锡炭和液炭, 水溶解不同物质的能力很强, 热水比冷水结冰块, 这种现象被称为母汉巴效益, 原文链接, HTTPS, WWW, New Scientist, COM Medical MG, 2383, 18-0100, HROH Water is actually too liquid, S-DISG, UISED-AS-ONE,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